蓝白现在陷入一个僵局吗 主帅要如何来对话 能够破解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在18号跟民众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两个人 一前一后出席的远见高峰会 虽然没有同台 那么主持人也问问了 侯友宜有没有想要 来跟柯文哲对话 就蓝白和的部分 侯友宜这么说的 他说立他才能立即要立 中华民国立台澎金 最后才是个人 所以他说会尽最大包容 跟最大善意 甚至最大的妥协来沟通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蓝白 现在卡关侯伴提出 是开放式的民主初选 柯伴坚持要民调来定胜负 现在侯伴的发言人黄子哲 就说了虽然会前会没有提 但是国民党提出的 这个执行方案 其实已经存有民调 跟初选并行的选项 所以他现在呼吁双方 是不是赶紧坐下来谈呢 而这位在柯伴的部分 科办发言人戴文就说了 不会因为两种方式 各变成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时间省一半 可信度变成一倍 在这个部分 是四号双方的幕僚来会谈 那么在还没有共识 整合卡关 柯伴哲就批了 他说他们想的是如何赢过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 但是他认为说 国民党在想的是怎么样赢过柯伴哲 他说合作如果不能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部分 那么侯友宜的进办执行长 金普聪跟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总干事黄珊珊 两个人在这个蓝白会的部分 在决定在野最强候选的方式 因为出现了旗舰 现在前立委蔡政人就说了 金普聪黄珊珊两个人各怀鬼胎 那么要不要蓝白和应该是主帅 两个人也就是磕喉两个人见面 谈不成直接再见 否则中间的选民呢 越看越讨厌 到时候就算真的合了 也赢不了 那么另外在前立委 郭政人那两个就说了 他说认为说这个初选民调 五比跟六四比 民众党连考虑都不考虑 那么如果说民主的初选五 民调五当然是喉有于胜出 真正整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文大广告系的教授 纽泽勋认为说 双方现在呢是喊出最高的开价 那么再来开完价之后就是什么呢 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这绝不是底线 是有折中的过程的 所以他认为说呢 很可能还是会各退一步 踩各半 好但是呢 对于在这个蓝白和 十九号原本是三天内 二次会的最后一天了 但是双方阵营呢 各自还在叫阵 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柯跟喉亲自谈一谈 科办表示还是会以幕僚为主 同时再酸侯友宜把蓝白和 讲成了分割猪肉是不恰当的 也表示说蓝营想要办初选 这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 还兼场地 对此侯友宜表示 已经释出了最大的善意 要不要主将见面这个球 是在民众党手上 这个侯友宜说 用买肉的方式来形容 这让我们觉得很像是在菜市场里面 讨价还价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说 这个民主初选 不然是这个时效性的问题 时间来不及的问题 还有包含它代表性是不足的问题 这样子会有一种 球瓶是你们的 球员是你们的 球迷也是你们找来的 连场地都是你们举行的 这个会对于我们来说 会有一种 好像都是你们在做 球员兼裁判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考量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民调还是现在 现在放出四海接准的一个方式 当然也不排斥这个见面 那见面当然是有可能的 只是说我们幕僚作业还是要先启动 时间点本来就只剩下两个礼拜 到他们所谓 他们提出11月5号到10号 这也不过就一个月了 所以民主初选 不该是在这么仓促的一个月内去执行 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不会太困难 也可以解决 简单讲势在人为 我刚才特别讲了 如果柯文哲市长可以日双塔 我想这个时效性 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潜水夫如果一直想着鲨鱼 他就摸不到珍珠 我的意思是说 在蓝白河的过程中 侯正宁已经展现出 相当大的诚意跟善意 柯文哲主席也有意愿 要双方主帅坐下来谈 应该要先确定民众党 或说他自己的态度跟意愿 好看到呢针对在这个部分 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公布了国人 现在对于蓝白河的一个意见 最新的民调 一般来说赞不赞成国民党跟民众党 现在这个时候去推出共同的一组候选 出来来选择副总统呢 您看到在这个部分 最新的民意显示 那么在赞成的部分 有52.3% 是赞成共推一组的 30.5%不赞成 再看细节的部分 没有意见是15.2% 那么再看细节就发现呢 在这里非常赞成 有16.8% 35.5%还算赞成 19%是不太赞成 11.5%一点也不赞成 所以赞成的部分加起来呢 你可以看到超过五成的 而另外呢还针对的是柯文哲 在民众党总统选柯文哲 他主张蓝白和要来比民调 赢得当政的 输了推荐副手 这样的一个 大家认为呢 在这个柯文哲提出的 这样创业合不合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当中 20岁以上的台湾人觉得说 52%认为是合理的 31.6%认为不合理 没有意见是3.7% 那在当中细看一下 非常合理15.4% 还算合理36.6% 所以赞成的部分呢 认为合理也是一样 五成以上 但是即便大家认为呢 希望能够推出一组 但是还是卡关 那么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在国政记者会上 抓到机会 狂酸 蓝白和已经演很久了 强调如果选举呢 这个合不合有这么多的纷争 执政的话 每天光潮就好了 根本没办法做事情 而至于被问到了 民调落后科文哲 他表示不同的问题设计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还是按照自己的步调 来打选战 民调不同的设计 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们都是会很稳健的 按照我们选举的旗程来走 一步一步的 就像我们今 我们是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里面 最有计划性的向国人公布 我们的国家愿景蓝图 来争取国人的支持 国人可以很有信心 当我当选 我率领的团队 可以马上根据计划 来推动国家进步 那至于蓝白盒已经演了很久了嘛 如果在选举的时候 合不合都这么纷争 大家想一想 假设有一天执政 那问题更大了 每天都在吵就好了 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 大家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侯伴组织副招姐谢龙介 在她的节目当中 当场来抽签来博挂 结果她的助理主持人 抽到了一个胸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命运如何 一抽抽出了一个胸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部分 好上次蓝白盒也是胸 命运没有改变 就是沉昂丁 但是胸不一定是坏的 好说不定呢 过程当中能够重见光明 所以也希望大家 不要这么悲观 但是对于在这个 大家在这个民众来说 依旧还是希望能够 能够竞速的来做一个 好让大家可以看到 光明这一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还是没有共事 侯振营呢 在17号参考蓝绿初选 提出了全民调的两方案 侯振营回忆说 现在不会做决定之后 18号就抛出了 在侯振营的部分 抛出是在初选跟民调 并行的折中方案 但是呢 还是没有一个解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侯友宜说 要见面不是不可以 回去考虑看看 双方都认为是主帅 要来谈一谈 在这边企业界认为说 必须和赖清德 现在声量超前 不赶快和 很清楚 那么既然要和 就是要直接谈 才有用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合不合 侯办发言人 洪文哲说 柯侯是否要见面谈蓝白和 要先来确认 柯文哲真实的态度 还有意愿 您可以看到 郭震浪亮哥就说了 这个关键 就是在柯文哲他 柯文哲本人 他一个人就可以来决定 是否柔软乾坤 而国民党参选侯友宜 也要拿出魄力 自己做决定 也就是领导人 一对一 是要亲自来表态的 那么另外再看到呢 赵浩康农总就说了 他认为在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他说 赌徒的性格很强啊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就像是赌博梭哈一样选输了 那民主党的部分呢 依旧还是五席到八席的立委 那赢的话就可以赢者全拿 所以也就是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就导致顾虑比较多的 国民党在谈判的时候 恐怕就比较吃亏了 那蓝白讨论合作 最终好 他也认为 依旧还是要王对王 柯侯两个人直接谈 如果有诚意 就没有什么不能够化解的 要不要大局为重 其实就在主事者的 意念之间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蓝白和卡关 民众党派出的谈判代表 是柯文哲办公室主任 周宇修 其实周宇修呢 现在也被爆出 他是民进党员 蓝军就指于柯文哲 派民进党的人来谈判 是真心要合吗 基层也呼吁绿油有退场 应该是主帅两个人 直接谈 侯友宜公布新积权影片 后民进党执政诈骗 高端弊案到论文案 骗人骗财骗选民 誓言扮黑金下架民进党 但如今蓝白和宪将局 代表柯办谈判的主任 周宇修更被爆是 民进党终身党员 2022年苏天昌当主席 被任用当青年部副主任 他还当过立委苏巧会助理 2017年才被延览到柯市府 外界炮轰 柯文哲派出民进党的 周宇修和蔡英文爱将家族的 黄珊珊当谈判代表 是真心想要蓝白和吗 民进党的来谈判蓝白和 挨红超讽刺 集成呼吁绿游游退场 主帅快上场 侯友疑问柯文哲 为何始终没公开说要反台独 不说要下架民进党 柯文哲市长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两岸的政策 甚至反对台独 或是支持台独 也没有把它讲清楚 不排斥跟民进党要 助联络政府 如果这样他讲清楚 不要含下架民进党 又不含反台独 跟国民党合作起来 国民党里面内部 一直有很多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蓝白不合如何政党轮替 柯文哲不排除找郭台铭合作 集成向侯科喊话 彼此应该适度妥协退让 否则是让贪腐继续执政 让台湾走向战争深渊 蓝倩德当选 那未来会怎样 你就两岸会更好吗 不会啊 明年一月十三的选举 是一个战争与和平 青年跟贪腐的选择 蓝白还是要和 你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轮替 这不是要分得权力 政党轮替的目标 是希望台湾能够更好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成什么样 台湾也打起来 你觉得会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比他们更惨 现在大家期待 是不是两个主帅 能够坐下来谈 共同的目标 就是推动政党轮替 如今侯克在比智慧跟气度 能放下一几只思议党私利 才能完成六成民众期待的 政党轮替 记得张哲敏离学员 SNG小组台北报导 好 要来看到呢 那么侯友宜在这个 现在国民党内外的新手 冲刺要来拉台 14号的新北板桥造势大会 韩国现身力挺 同时呢 也跟大家来喊说 把对他的爱 转到侯友宜身上 那么人来了 心也来了 再看到周六 这是21号 侯友宜呢 也会来到这个是 总统级立委 桃园市的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在中立 同时韩国瑜在这回 也会来出席 在压轴会来致辞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韩国瑜除了在这个 桃园的部分 还有在20号 20号是桃 在这个韩国瑜 侯友宜 以及侯秀燕 秃子 汉子 燕子 三个人在合体 要来展现决战 中台湾的气势 那么对于在 韩国瑜的部分 这一回呢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北部拉 中部拉 继续要来拉台 那当然铁杆 韩粉 也是大家关注的 一个焦点 最新的一个民调 带大家来看到 在2020票投 韩国瑜支持者 撒卡都的状况之下 票会投给谁呢 64.36% 这高达六成 都是支持侯友宜的 那22.4%是 柯文哲 赖清德只有1.78% 那么关于 侯友宜的部分 有韩国瑜来支持 来浮选 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3.1%会增加 对侯友宜的支持 减少的话是12.8% 不过将近四成 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是在韩国瑜 是不是能够出手拉台 并且呢 能够来救救选情呢 那另一方面 再来看到是赖清德 赖清德出席了 国政记者会 活力全开 左打侯友宜 右打柯文哲 对于深奥电厂的议题 柯文哲称赖清德 亲自拜托过他 但是现在赖清德回呛 说要柯主席讲出 这个拜访的时间 地点还反驳 说有在侯友宜面前 板凳座三分之一 最后也反酸一下侯友宜 说以前只会说 呵呵做事 现在是每天骂他 我发现 侯市长 过去面临各种问题 他只有一句话 就是 呵呵做事 现在进入选举 任何的问题 他都骂我了 我希望侯市长可不可以 讲一些对国家发展 有建设性的内容 何主席对我的批评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刚当选市长之初 到台南 跟我一起吃饭 我板凳座三分之一 然后非常拘谨 我是跑行程 参加喜宴 一些公开的行程 我当然是穿西装打领带 板凳座三分之一的人 在历史上曾经有听过了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 面对的是蒋经国前总统 我不是李登辉前总统 现在是民主时代 柯文哲主席 也不是蒋经国 他也不必以蒋经国自居 第二个 我未曾登门拜访过 柯文哲市长 我什么时候登门拜访 时间地点请他讲清楚 我们医师的训练 医师的训练 是私下的谈话 是不对外讲 但是柯文哲主席 我跟他仅仅见面的 两次吧 他都公开转述 而且转述的内容 不禁事实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